12月17日,张伯志工作室发消息,公开确认,张伯志已生下第三胎工作室,发布喜讯称,母子平安第三个孩子,取名为小王子,而且小王子已经满月了。 感谢大家的关心与祝福,同时张伯志自己也更新了微博,这是他首次在微博发文并写到Miley照片中,张伯志抱着新出生的小王子,并被大儿子和小儿子拥戴中间12月18日刚刚公布生子消息的张伯志,公开被小儿子庆祝满月网友看后,也纷纷送上祝福。 同时,因为一直想要女儿的张伯志,可惜,没有女儿能够继承他的美貌不过至此。 娱乐圈却又多了一个新的谜题,那就是,小王子的父亲是谁?有人猜测,可能是比他大二十几岁的新加坡富商,也有人认为,可能是一位内地的富豪。 但很快都被张伯志工作室出面,一一否认,连张伯志本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也曾公开否认过和富商交往的事情。 随后,张伯志工作室发布的一组写真照中,身穿洁白长裙的张伯志,让人丝毫看不出刚刚生过孩子的样子,身材依旧纤细苗条,而对着镜头甜笑的张伯志,更能从他的眉梢眼角中感受到生下小王子后的幸福。 或许对于很多女人来说,家庭幸福便是人生中最完美的事情,但对于张伯志来说,孩子才是他人生完美的体系。 他曾坦言要生下五个孩子,虽然不知道他是否会为了这个自己曾经的梦想努力,但为了孩子的幸福而努力奋斗的他,值得称赞张伯志的大儿子Lukas和二儿子Quintus,都非常懂事可爱在离婚期间,是儿子的陪伴,让他挺过来。 这让作为母亲的他感到欣慰,而刚出生的小王子,也让张伯志又多了一个坚强的依靠。 被三个小男生包围的张伯志,是幸福的曾经负面的事情,一度让他备受打击,但即使这样,他依然没有被击倒面对生活,仍然坚强这就是张伯志。 当风飞链再续前缘张伯志,却独自承担起照顾两个孩子的重任。 这段感情里,我们无从猜测熟对熟错。 但就连曾经的公公谢贤都曾说过,张伯志是一个好妈妈,在张伯志公布第三胎之后,圈内好友纷纷送上祝福。 可却未见前夫谢霆锋的一句回应祝福,不过分手,或许就是不再顾问彼此的生活吧。 也只有孩子才是伯志最好的陪伴。 在成为妈妈的道路上,张伯志是孤独且勇敢的,不依靠任何人不怨恨任何人。 只以一个母亲的善良去面对生活在人生的道路上,我们都曾哭泣过,悲伤过。 但是希望我们面对生活永远都是积极的,勇敢的张伯志的Miley,你只有他和孩子。 那你的Miley又包括什么呢? 感谢观看